超古理论 天地鬼神 人间奇才 迪金美带你游走 奇幻大世界 超论鬼才 好 回来新集 超论鬼才 又有迪家 迪家你好 今天我们讲什么呢 就是讲讲世界末日 其实在很多不同的 圣经也好 佛经也好 不同一些经文之中 它都会形容世界末日会怎样呢 第一 天变地变 全部天灾有何出现 然后不知道什么就降临 就开始那些灵魂要排队做最终审判 也挺有趣的 因为无论西方 譬如天主教 基督教 都说是什么审会降临 是 再临 大审判 先有四骑士来 没错 因为有很多破坏之后就降临 吹响角笛 总之你见到的所有天灾都会出现 基本上 是的 而且那些方家常常拍到那些号角声 是 是的 是的 不知道哪里来的 吹起角笛 是 无论在国内有 外国也拍到的 不是只是听到那些声音吗 但你永远不知道是被传过来的 有些声音有点像是船的 那些响哀声 是的 是的 是很大声的 但是你有一些就是山区 是 没可能的 是 没可能的 第二就是有些民居那里 是 没可能的 没错 但是都翻译不到是什么 是的 纯粹只有YouTube在那里分享 是的 可能在后面加些声音的 是的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西方有这样的说法 中式的那些 譬如佛经那些 是 没错 有说未来佛会降临 没错 接着又是做大参谱 没错 所以都相同意近 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是我们今天想说的 是的 没错 所以我就马上发现了什么 他马上发现了什么 是的 然后我当时去问的时候 就发现了末日这件事 是 就不是我们所认知的神佛的一些科题 啊 这件事是不是定了时候出现的 就是没有定了时候出现的 这件事是 嗯 我觉得时间上已经不是我们去关注的 好的 会不会出现呢 来 要先讲这件事 好 就是因为神佛 我们所认知的时候 所有的神佛 所有的天字 或者是耶稣 都是旧世界的 没错 他们不应该是破灭这个世界的 是啊 而且他们不断是 用不同的方式去希望人是 嗯 赢点啊 是啊 阳升啊 做好一点啊 不要不开心啊 怎样可以正面一点 爱啊 光啊 就是类似这样的 是的 所以这件事就 问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末日 为什么要末日 哈哈 喂 我在上面写说你放下来的 是的 然后我就 觉得这件事很神奇的 是的 然后我就再向上问 看看有没有什么层面 可以告诉我 那时候我就会想 咦 突然有个Message 我会知道的 OK 他敲了我的头 你想一下吧 你会知道答案 OK 你就立刻找一本书 出来看看吧 没有了 然后我就顶一顶神 就想一想 究竟是什么事 因为其实在我的角度 我是喜欢帮助 我喜欢爱 是的 没错 我不会很理会末日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探究过 末日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探究多数人 我觉得多数人 是帮世界的 OK 我也想多些人帮世界 我只有兴趣 但末日就说 随便吧 如果死掉了 你也会死掉 OK 我就不想那么多 但是因为今天有兴趣 我觉得观众也应该有兴趣 对他说 那时候我定神再想的时候 他就发现 其实末日这件事 有点像是一个考验 OK 这个是给全世界的考验 不是给某些人的考验 或者是收到末日这些 类似的消息是考验 OK 你记不记得是2012年 那时候不是说要 很多人一起去自杀 是的 但其实这件事 我有收到信息 就是 不是说2012年 就是坊间流传的很多门的信息 某程度上是想吓人的 即是 马雅去到那天就没有了 日志 太阳力 没有了 然后说这个世界 会怎样 烧饼哥也说什么 经常都说 在那个时间点 是的 人总是很喜欢找一些 答案出来 但是找一些答案 就会堆砌 好像是 亦都不敢推翻 因为毕竟是 前人留下的东西 都是参考 他都是推敲的东西 是的 然后我就在想 究竟为什么 末日是一个考验呢 就是 因为是过程当中 对他来说 如果你面对末日 你会怎样做 才是最重要 就像神佛所说的 我就算给你一个严重的考验 你不醒 都没用 没错 所以变相就是 末日就好像一场 对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考验 就是 你如果知道假设 末日就是明天就是末日 那你怎样用这二十年呢 他都是说 会偷偷地降临的 你只会看到 精巢 就是那些什么 火山爆破 地震 核战 要打民国 要打国 他只会说 有这个东西出现 没错 但那件事就是 就算不要说末日 好像最近冰岛火山爆破 是 如果你是冰岛住 你又会怎样想 你的命就是冰岛的末日 我明白了 首先部分的人会觉得末日 在冰岛上的人就觉得是末日 他们就在打扮这个考试 可以这么说 就等于耳巴冲突 那边其实他是在这个状态 对他来说 其实他的景象也像末日 他近视 但是未去到末日 就像将近末日 你想想一些人就是 流离失所 明天不知道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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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一件事就是 你面对这样 你会怎样呢 你会否更积极地生存 还是觉得没有了 我没有了家 我就没有了 还是这个世界 战争都来了 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但反过来 有些人是可以很积极地保家委居 是 没错 很积极地觉得 我应该更珍惜生命 跟家人相处的时间 那这件事来说 对他来说 末日已经不再重要了 我理解为 如你所说 末日是一个课题 是的 而那个课题的可以度过 不是你在末日可以生存到 而是这件事对你的灵性上有什么成长 是的 其实都是提升一部分 OK 因为当你理解了末日之后 你就不会再害怕了 OK 因为问题不是你末日那刻 假设是全世界都死了 是的 应该是 是的 大家理解为是 是的 死亡已经不是一个考量 而是你存在的价值才是个意义 OK 因为人最大是感受经历和一些回忆 才是你最有价值的东西 而这件事就是 你在 都说了 就是 去到临死不是你要多长命 是的 而是你有精彩去过 是的 是的 更重要 你不是白费生命的时候 那其实已经OK了 那么 与其你 你 摊着动动动等末日的话 是的 你不如做一些事情 嗯 我只是觉得 我看过一个漫画 他说痛不要紧 最重要是痛快 哈哈 哈哈 你想出什么这么极端 什么极端 他等于人生最重要 很精彩 如果他平平无奇 你没有得着任何东西而离开 所以呢 其实有时 我听很多人说 方今日有很多师傅 或者很多人说 哦 就是测你这一世人多少岁 有些人就说 喂 他测到他40岁 是 他就很害怕了 去到不是40岁 去到25岁 他就觉得 我只剩15年了 是的 开始就不读书 然后开始计算 计算到40岁 我的钱刚刚测到40岁就可以了 就完 现在就惨了 加了三年 那三年就糟了 那问题就是 其实有很多时 有很多的师傅老师 他知道这些消息 其实不是让他这样用 是 而是告诉他 喂 你到时候 你要为40岁而准备 是 然后你就怎样去过你的人生 嗯 可能可以扭转未来 其实那个未来 我觉得是可以 一定是存在可以扭转的 但是你肯不肯做事 虽然比较难 是的 是的 就是比较难 或者真的很坚毅地去做 是的 而且真的很愿意去改变自己 去做 因为那个状态就是 譬如有些人 觉得很厉害 我测到你的事死 但是 这个不是最终的部分 最终的部分就是 你知道你的历程有这么多的时候 你如何去帮他 去把他的人生 去做更多的事 或者更多的学习 嗯 但是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刚才说 可以测到的事 就是看得到的事死 是的 其实很多的师傅 我旁边的一个都可以 但是说了我不说 我不说 我不看 刚才你听了大家说什么 我不说的 不是我不知道 我不看都不说 是的 因为其实我知道都可以 科学院都可以 但是都是不会说的 因为这件事是无益的 是的 所以你尽量去做好你的人生 才是一个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方向 因为说真的 如果这个世界要你去死 你都想着 还有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是 就是灵性层面 或者你认知会更加高的话 死亡不是一个终结 是的 任何情况都是 是的 不是一个终结 只是一个另一个维度的开始 我不是很怕我死 说真的 你是很怕不靓的 哈哈哈哈 其实也不靓 不是 反而像我养我的小狗 我养之前已经知道 她的历程是很短的 比人家短的 所以我已经遇到她的心路病死 是的 所以我就是 会不会太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我 好像太过 太过那些什么 太过化了 没有什么 看破这件事 我不是有些人会觉得你无情的 是的 但是其实 对我来说我不是无情 我都会很爱她 或者她离开我都会哭 或者会很珍惜 但是 就是因为我知道她的历程是这样 我就会更加珍惜她的时间 嗯 其实这一样才是最 最重要的一个主要点 就是要珍惜这些东西 才是最大的课题 是的 还有去爱 因为可能你说 就是说 如果假设这个讯息 虽然传得这么真 或者说得这么真 是 那我们会不会全人类 为地球做一些东西 啊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才是最重要 而如果全人类 都一起为地球做一些东西 去令地球的环境变好 所有东西变好 你觉得会不会感动天 会啊 是的 那会感动天 就不会是末日 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要去救地球 然后推翻那个末日 OK 你说不说 但是其实呢 很少 因为呢 怎么说呢 因为呢 经文上面呢 他没有说 有一个方法就是 其实你们这样做 就不会是末日的了 哦 他没有这个概念 其实我们理解末日 是地球是失陷得很厉害 嗯 因为我们一向都说 这个是平衡 是吧 如果你适当一边 塞得很厉害 而是去到无法扭转呢 例如邪念敬重啊 是 所有人都困在贪身痴之中 是 可能百分比是九一对比 是 那你们看到的末日 就应该 都没有什么分别了 都没有什么分别了 是 因为各自为自己利益 基本上就是末日 但是你说 会不会下来好像大洗牌那样呢 这个 都不用了 到时都已经周围多了 人间就已经是地狱了 是啊 就是人间已经是地狱了 根本上那个就是末日 看看有没有人来一次过掃下你 然后重新再玩过去 是啊 因为其实这一样东西 如果说掃下你一次过再玩过 这件事是没意思的 为什么呢 记不记得我之前和有个会在谈谈 是 我说他很想将人类的一半人类 是啊 没错 没错 然后我跟他说你用来做什么 就是你洗完 你之前也有假设 人们有传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都是他们去制造一些东西 令到人类的人类的 是没错 那你搞到这么久 到这一刻 人类不是仍然是腐败吗 是 就是泡面不是最终的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嗯 那为什么不善用他们的能力 他们的网络 他们的智慧 去令到人去提升 令到人是不再去腐败 而是懂得其实那些什么 真是真是虚无缥缥 假设这么说 他说你一下子就可以令到你做总统 是 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是 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只棋这样的操控 但是最惨的那群人不是为这个世界 而是为自己利益出发 他们觉得是为世界 啊 因为人是很饿的 就是他就是这个世界 不可以这么说 当有些人很专注去弘扬世界的时候 他去到某一个极端位 他都会变成这个 这个很麻烦 这个就像我们东方圣人那样 最初直的那些直到下面转 你明白他说什么 我明白我明白 这个就很像这个状态 就是他会给一个权力 是 令到自己会变质 就是他的权力很大 所以有些位置就是说 有些人会觉得 譬如说可能一开始觉得 好像很高人 但是当他看到我日常生活之后 为什么你会做一些这么普通的事情 我就是不想自己去到一个 就是摆自己的位置很高 然后就是去到自己去到那边 那我也知道 你会做一些最平常的事情 就好像我们的剧集里面 永远都不知道旁边的一个茶餐厅小子 原来是一个霸道总裁 之后就被人欺負 那时候就说没办法了 我都要延伸 我要延伸 是那种 其实就是这么说 在末日来说 其实就是在于 刚才和迪迦沟通 就是说很大机会 是一个像是 吓人的东西 令到你好好地生活 令性地成长 在旧世代 我觉得这件事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人听完 就是说有末日这件事 立即去信了宗教 对 信了宗教 耶稣啊我将来要上天堂 类似这样 他的心就会摆下很多 陈世的追逐 是 因为他们都说明 你末日的时候 你全部都塌 是吧 但是现在就很搞笑 那些人说 如果真的有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现在 很多人都在这里 传统一些末日的影像 那你做什么 抱着钱 去了外国 买了一块地 去养天堂 对 买了一块地 为什麽 因为很搞笑的 因为末日的时候 最贵的是什么 食物和水 之后他就卖了香港的产业 去到一个地方 买个农田 然后做个basement 就想在末日的时候 就可以度过这个末日 那件事已经扭曲了 就是他觉得是拼命赚钱 因为世界末日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有机会生存 是啊 但其实罗亚方舟那件事 是说 如果世界只生存只有一个人 又怎麽会选你呢 第一 第二就是 假设人们说世界末日 是清算了大部份的人 剩下少部份的人 那又是怎麽要选你呢 是的 因为你钱多 是的 比起我是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会选一些 是真的会用心去创造这个世界的人 用心去爱这个世界 或者会守护这个世界 对这个世界有贡献 是的 会愿意牺牲自己 都要去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 而不是去 赚钱 躲藏 或者是想一些东西 只是比较好自私 好自利的东西 因为在说一件事就是 这个世界的末日 是 我都说了 我觉得很神奇就是 当大家去宣认末日的时候 不断都觉得末日是没得救的 或者末日是一个 意识就是说 我们听完末日的了 20年后就末日的了 是 那怎样呢 是 但是没有什么人说 末日其实 我们会不会可以集体去改变这个末日 嗯 因为之前我说 因为半部经书被报告 怎样可以阻止末日 哈哈哈 但是 但是问题就是说 这个世界如果够多爱的话 够多善的话 就是大家都种之成成 我们要积极好这个世界 又要多些外护世界 环保啊 踢少些树啊 大家都是珍惜地球资源啊 大家真的正念很好啊 多些爱啊 就是不要再战争 不要搞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正正常生活的时候 反过来 这个这么漂亮的世界 就已经变成一个乌托邦了 没错 所以你在三色台 每天看着 众之以诚成为公益 哈哈哈 都不是世界 哈哈哈 我觉得就是 大家如果集体意识 都是很想去 不想末日的 都想积极的时候 你觉得我们够不到世界 其实这个是可以的 而且末日最主要的理论是 就是失恨 这个世界是极大量的失恨 才会创造这件事出来的 所以反而在末日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想一些负面的事情 我们是要令大家想更多的正面 就算在很难的阶段 譬如说 假设现在二十月还打一掌 在这两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 换成了我们 其实我们是要珍惜生命 或者我们是要爱惜资源 以及我们真的 尽量减少纷争 不要这么多对打对性 因为今天我看到两件新闻 都是因为一些感情糾纷 或者是智商产杀那些 其实是很可乐可悲的 因为其实没有事情是解决不了的 而没有事情是要用生命去解决的 没错 是不应该去这样的 其实都是他们的灵魂那一刻的 塞住了 其实都是那一句 其实你说的容易 而且情绪不懂得控制 所以其实人应该透过这段阶段 我知道末日 就算假设是二十年后的事 那你的末日 你这二十年的时候 怎样可以去令自己平革心情 不要被末日影响到 有些人不觉得 二十年后我就死眼了 然后情绪低落 他会把钱都花掉 或者是 行动上会这样 或者是觉得有什么 就跟人家说 你为什么这么积极 都会是末日的 其实这件事是不错的 对啊 没错 反过来就是 无论我多少时间 我尽量积极用准他 即使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去游历世界也好 或者我真的很想有些成就 你就去博去冲 或者有梦想就去做 先不要枉费 就算这个只是十年或者二十年的生命 然后也鼓励身边的人做 如果这个世界各个人都有希望的时候 这个世界我觉得就已经有希望了 其实这些人很有趣的 现在的人说你想做什么 那他会回答不了你 是的 是的 但如果你反过来 问个问题 如果你明天死了 你还有什么味道 通常都会回答奸任努力 哈哈哈 你是什么朋友 不知道为什么都是奸任努力 或者是 也有些人会说 跟最爱的人 或者最想说的人 去说最后的说话 是的 但我会觉得这一件事 既然都是要说的 为什么不早点说 他以为他早了时间 有一件事是 他没有那种压不感 他会觉得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看 到是才算 就是继续那句句子 你是不会懂得数算自己的日子 是的 你如果这么厉害 知道什么时候要走的话 你也是神仙 还有我自己觉得 人的积极心是很重要 我是很小时候 已经知道我有手脚 天给任何能力我 都会尽量用好他用尽去 是的 我是不会浪费 天给我任何能力 因为如果 如果我不用天给我的能力天赋的话 有一天天会拿走 我知道 你很小时候知道你有头发 所以尽量去验一验他 不要等到没有头发的时候才来 空肥前 是不是 真的有意思 我经常觉得 好像有手有脚 如果你不好好去活动 或者去保持身体健康的话 你可能有一天就会没有手没有脚 我小时候这样想 你两个脚这么极端 是的 因为你小时候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 是的 你就是觉得 当你看到别人有缺陷的时候 你会觉得当你有很好的势力 或者你有手脚可以周押去的时候 其实你会觉得是很好的事情 你应该比他们活得更好 因为你可以用他们不可能的东西 活他们想过的人生 是很稀奇的 是的 我经常觉得 你要看你有的东西而去感恩 你是要感恩 其实如果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样的状态 其实那个门逆 我觉得是不会到的 是的 如果你每个人真的发心你做到这件事的话 是的 就算你说他写到很恐怖 什么也好 其实这件事也不会出现 只要你的心是可以做到的 是的 不是世界要去到多差 你要想到多差 或者为多差而预备 而是无论世界有多差 有多好也好 你都要善用你的人生 和好好去过你的人生 嗯 好明白 所以如果有行的 你就跟大家讲一下 末日你应该要怎么做 好 今集时间差不多 下午再见 拜拜